好 謝謝各位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記者會 好 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我們開始我們的記者會 一會兒我們講到府主那部分 我們就會請他坐在中間說的 那就方便收音 好了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市民 網絡社交媒體的消費 近年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相關的不良消費的方法 意思是騙案亦都是日益嚴重 我們辦事處 我和郭芙蓉 近日接獲一批市民的舉報 就是他們大概有125位的市民 透過Facebook的社交媒體 在上面買電器 買了冷氣機 買了之後結果有125位的市民 暫時我們收到的 他們損失2千至2萬元不等 一共涉及60萬的款項 在我們協助之下 我們就知道海關在上星期 已經是拘捕了 涉案的一個店舖的負責人 還有另一個負責人是在逃的 相關的案件已經進入調查 但是我們都希望更多的府主 出來報案舉報這類的事件 以防這類事件是繼續發生的 我請郭芙蓉講講事件的經過 好 謝謝 這裡有 是的 那 在我們總結不同府主的個案的時候 都發現他們都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 在這個店舖其實它在網上 有兩年促銷冷氣機 都已經有兩年多的經驗 過去其實都有成功的例子 所以有很多府主其實在網上看到 他過往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還有可能有些朋友的介紹 他們才會從這間店舖那裏 去訂冷氣機 但是自從今年8月份開始 那些府主就發覺 突然之間這間店舖 就有一些促銷的情況出現了 就說鼓勵他們快點下訂 甚至乎有些不只叫他們下訂 快點給完尾款 但是在未裝冷氣機的情況下 就在給很多誘因 去叫他們快點去入錢給這些店舖 但是給完錢之後 又不斷去推期去裝冷氣 甚至乎他們9月23日 說是周轉不靈 就要停業之前的一天 他們仍然是叫那些府主去入錢給他 那麼這個銷售過程 是絕對有相當大的問題在這裏的 那麼詳情呢 我們今天就叫了有幾位的府主 都來到現場 和大家親身去分享他自己的個案的情況 那麼我們首先就邀請副主入吳先生 去講一講他怎樣去受騙 或者在過程裏面發生了什麼事好嗎 那麼麻煩吳先生我們坐一坐這個中間 請給我咪 吳先生 給我咪 吳先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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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吳先生麻煩你講一講你的情況 那麼我呢就是8月那時看到那個Facebook的廣告 那麼見到這間店 即是有些人介紹都說有些口碑 那麼我就打電話去訂一個冷氣安裝 那麼他要求我便給了6千元訂金 然後在8月那個時候 推了我三次安裝 有很多理由的 又說師傅有確診 一會兒又說冷氣機先送 那個師傅沒有空 那麼在8月29日那時 他安排到我9月18日才裝機 那麼我就跟他說 我一會兒你就可以退款 那麼他就答應了退款給我 那麼就說要兩個禮拜 到9月14日才說可以退款 但是我到9月14日打電話給那個時候 他都說要入數的 那麼接著到23日 他就演結出了電話都沒有聽了 那麼你的過程裡面覺得怎樣 我覺得他有點欺騙成分 那麼你日後會不會因為這樣再在網上買的 我不會的了 因為我們看廣告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因為那些廣告 那麼他就寫得好像很好 我們才知道 好啊 跟著我們再請一下Eva 我看一看幾位 好啊 Eva說一下你的情況 我在9月初就經Facebook 看到廣告 接著就接觸這間冷氣公司 那麼其實本身 我接觸這間公司之前 其實我在實體店有問過價的 但是師傅上了廣場去看位之後呢 報價呢 安裝費都超過一萬元 那麼我覺得這個價錢是比較貴的 那麼當時就一下子 因為要裝修很多東西要兼顧 那就是頭腦不是太清醒的 所以就看到Facebook這間公司 然後呢 看完之後呢 其實都不是馬上去做這件事的 那麼後來他有個 WhatsApp電話 那麼就跟WhatsApp那個叫做林小姐去溝通 那因為他林小姐呢 他就 我覺得他很 整個過程很高超的 就是他很細節的位置都提到很清晰 就是你安裝的過程中遇到什麼問題啊 然後呢 那些管怎麼接啊 那些喉子怎麼接啊 大概用多少錢啊 他是非常非常非常詳細的 那麼從而我就覺得他都有一些靠譜 因為他過程中呢 是溝通得很好啦 那麼我從而就 9月3號 我應該是 用了幾個小時時間 跟他溝通之後呢 那麼我就因為 很多東西兼顧 我就在網上就馬上去付錢 因為不用再煩啦 那麼當時約了10 9月18號安裝冷氣的 那麼但我覺得奇怪的 那麼為什麼18號 星期日可以安裝冷氣呢 那麼我都問他這個問題 那麼他說 因為都不用怎麼轉孔的 不會吵到其他人啦 那麼後來就 他還要付了很多不同屋苑的 就是他那些旗啊 說他很充滿啦 然後呢 你再不下訂就要推到月尾啦 那麼然後我就心急了 那麼就即時下訂了啦 那麼還要分兩次去下訂 因為因為本身那個冷氣 裝一部後來又裝兩部這樣 那麼跟著就去到15、6號 都沒有說送機來啦 然後我就找他 找完之後呢 他就說師傅會聯繫我 那麼的確有聯繫的 那麼18號裝機 但是17號晚上9點幾聲打來的 最後就說18號裝不到啦 跟著就一番理由去推躺的 那麼就改到20號 那麼去到19號晚上又打來 又說18號裝不到啦 又說改到去22號啊 23號那樣 那麼最後又打來又說24號才裝得 那麼後來他自己主動說的 他說不如我退錢給你啦 那麼我說好啊退錢 那麼他承諾我在9月30號之前會退錢的 那麼還要他用WhatsApp說明 就是他會這個情況下他會退錢 然後問我拿個帳戶號碼的 那麼當然去到最後24號之後 早就收到消息說他破產啦 那麼從而就再聯繫不了啦 那麼過程就是這樣 是 好啊 麻煩 那麼這邊就有陳小姐和黃小姐都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坐過來吧 其實我的案例就很簡單的 因為我認識這間公司 就是在那些新的業主群組那裏 就認識到這間公司 因為他們很多街坊都裝過機 是OK 沒問題的 所以他們就介紹這間公司OK 然後我就懶惰啦 因為他裝了幾間嘛 那你就不用再特意看位啊 所以就WhatsApp他啦 那麼8月底的時候我就WhatsApp他 就不斷談是裝機的問題 然後呢 後來呢 因為我10月才打算裝機的 就打算沒那麼快下單 那麼就先問了一個 就是先問了 然後後來他晚上就跟我說 他說如果你今天下單 他就可以給我一個8折 那我就問問我老公 然後我老公說 那如果是 他說如果只是今天私有8折 如果明天再下單 就未必做到這個折扣了 所以就下了一半訂給他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我見那些人 9月初開始又說 經常都失虐啊 街坊裝機經常都 從早到晚都見不到師傅出現 然後後來我也開始覺得是有問題的了 那麼到了9月不知23號那天 我WhatsApp他 就是看一下他是不是 約時間裝機啦 那麼誰知道已經完全沒有聯絡了 這樣咯 好 好 那麼我們現在邀請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 另外一位副主再說說你的情況 好 大家好 那麼我的個案 跟剛才那位小姐是很相似的 那麼我都是經這個街坊的群組那裡推介 那麼因為樓上樓下都真的很多壺是 光顧了他而成功裝機的 那麼所以就就是基於對大家的信任 那麼所以就 就是主動去找這一間冷氣公司去裝機 那麼而他們 就是本身我也都不是說盲目去相信的 那麼我也都有找過幾間公司去比較 那麼而他的服務啦 還有回覆的速度都非常之快 也都很專業 那麼所以才會選他 那麼並不是說因為坊間說的 我們貪便宜啊 所以才會選他 那麼還有我們都看到他是 就是有大量的評論 都是正評來的 還有都就是見到他是做的事情很專業 啊很快的這樣給我們 就是我們有跟進得很好 所以最後才會決定光顧他 那麼所以其實其實經過這件事 就是我們 就是我覺得他會利用了我們人和人之間的信任 所以就搞到我們就對一些網店失去了信心 嗯 OK 就是這樣 好 麻煩你 好 麻煩你了 小心啊 那或者我在這裏呢 就剛才剛剛分享的那幾個個案 都做一個小總結 其實呢大家剛才聽到呢 就是他們每一位的苦主呢 跟分享的時候都提及過 在這一個公司呢 他在過去的確是有些成功經驗 而他在網上的資料也都很齊全 這個客服呢 去覆大家的查詢的時候呢 都是很專業 但是為什麼都會出現這些 懷疑詐騙的情況呢 就是因為他在網絡購物的那個監管問題了 這家公司已經知道自己9月23日會是破產清盤 但是前一天都還不斷用一些的速銷手法 去鼓勵那些庫主去給訂金 那麼在這個整個的速銷的過程 懷疑詐騙的過程裡面呢 網絡騙案的那個監管 網絡購物的那個監管呢 是否有一個的漏洞在那裡是不足夠呢 令到很多的市民現在就著這個網絡購物 都是一個大趨勢 但是如果遇到這些的網絡騙案的時候 他們就只可以在網上去追討 或者去聯絡那個公司 但是很多時候 他們那時候溝通的那個WhatsApp帳號 剛才聽他們都已經被人Block了 都已經是聯絡不到 所以變了他們有一種的求助無門的情況這樣 是的 我們聽回市主 其實他們在9月6日至22日 這間網店曾經是說 因為疫情師傅確診 就要暫停營業 到23日都找不到人 24日就宣佈結業 看來這個是一個完全有組織 有部署的一個騙案來的 因為它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由促銷開始去到失聯 去到一路找不到他們 又找不到退款 甚至將退款期押後到 預計要清盤的日子之後 可想而知這個是一個完全是 騙案的手法來的 所以我們都已經是 跟警方和海關聯絡了 另外在剛才的郭富翁都說 事實上我們看到 在整個過程裡面 消費者是沒有任何保障的 由於他們在網上 透過一些支付工具去付錢 付完錢之後 其實整個交易 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即使清款也好 他們是由於沒有抵押的債權人 他們是沒有任何保障 我們知道之前在社會裡面 尤其是跟政府談 政府在2020年的時候 都有講過消費者冷靜期的問題 但是設立冷靜期的時候 政府認為應該優先處理一些投訴多 金額大 以及採取威嚇手法的一些行業 自律冷靜期 其他的他們認為 網上的交易 各行各業都有採用的 而且漸趨普遍 如果實施網購冷靜期 就會全面影響各行各業的運作 但是正因為這個網購 或者網上消費的普及 漏洞又多的情況之下 就更加應該要為這些消費者 設立一個消費冷靜期 現在公司一旦破產或者倒閉清款 在優先次序之中 消費者是沒有任何權益 所以他們是得不到相關法例的保障 雖然海關它可以用一個 不良方法付款 或者是非法付款的方式 是在採取一些行動 但是最終消費者的權益是沒有保障 至於在網上社交媒體 尤其是Facebook上面 都是出現了大量不同類型的商店 這些商店只要他們是開一個戶口 賬戶 然後就可以做交易 Facebook 即他們的管理人 其實他們都應該要做一些監管 否則有一些良有不齊的商戶 亦都會透過他的平台去做一些交易 最後變成騙案 所以我們認為Facebook 他都應該要去進行監管 另一方面 就在立法建議上面 我們認為其實 預期交易就應該是可以強制退款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我們這一點 我們參考外國的一些例子 他們甚至乎是交了貨 14天裡面 他們覺得不滿意都可以取消了訂金 然後退款 甚至乎有些情況是賣了給他們之後 拿了一件貨 30天之內他們覺得不適合都可以全數退款 所以在其他國家的一些經驗 我們都覺得在香港都可以考慮 甚至乎是可以值得參考的地方 現時在我們香港的法例 雖然這些付款 大家看來規模是小 但受騙人是特別多的 這種情況也會影響消費者的信心 和消費者權益 同時間就是這類的店舖 如果我們只是說 這次有這件事我們就打擊一下他們 而沒有一個比較健全的制度 也都會令到更多人受害 我們這次開記者會 主要是希望呼籲 在這間網店購物 而沒有辦法拿到懷疑受騙的事主 都聯絡回我們 我們可以統一協助大家去報案 以令到警方可以進行打擊 而過去我們也看到這個騙案 其實手法都是一樣的 都是在網上開過店舖 然後就突然間失蹤 這種做法是層出不窮 但是手法都是一致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都去報案 然後請警方和海關重視 將他們承知於避免類似的事件發生 今天我們記者會後 就會去警總那裏報案 有部分未落口供的事主 我們都會請他們落口供 協助警方進行調查 那我暫時這麼多 看一個報案有沒有補充 是的 好像剛才剛才陳南斌議員所說 其實我們在前兩個星期收到很多庫主 跟我們聯絡了之後 這些庫主跟我們反映的是 當然希望可以追得回這些欠款 因為這些錢都是他們的血汗錢 更加希望的就是可以 將這些不法之徒成之於法 讓他們不要再用類似的情況 在網絡上面再去騙更多其他的人 同時引起社會的關注 因為未來在網絡購物的趨勢 是大勢所需 這是無可避免的一個購物的方法 但是現在相關的法例和監管 是否真的足夠呢 也是否真的貼近現代社會的需要呢 這裏絕對是值得政府去關注的 在這裏我們都在這裏讚揚海關 其實在上個星期都拘捕了一個攝氏人暫時 在這方面的執法都是迅速的 但是未來都希望相關的執法部門 可以重視類似的一些案件 令到這些用這些不良手法去詐騙的人士 沒有再有這個機會和空間 今天在我們的記者會現場 都有一個PowerPoint的 這個PowerPoint的內容 全部都是100%真實 因為裏面的WhatsApp對話 裏面的相片資料 全部都是由輔助他們提供的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在他們的溝通過程裏面 看到這些都是一些專業的 可以叫做懷疑詐騙行為 因為他們一有查詢 又給了BR 又給了倉的地址 又給了他們過往的成功例子等等 令到更多人落答 為甚麼用落答這個詞語呢 因為他23日知道自己破產 22日都還用這些資料 去誘騙更多人給訂金 所以這些就是 看到很多苦主都是受到這些不良銷售的手法 令到他們蒙受這個損失 我們在這裏看看現場 各位記者還有沒有一些提問 或者希望了解多些的 我們都可以開放給大家 好 請說 你好 請問一下 其實想問一下 剛才你們說 這間公司有創 其實它是有沒有實體店呢 其實有沒有 也有些人去過那裏了解 是知不知道有更多的情況呢 另外就是說 其實這間公司本身都叫做有口碑 也不是隨便的 就是上網騙人 以往都是有生意做 其實會不會 暫時會不會推測 是說 是甚麼原因 是令到他們說 即是突然要這樣去檢款走人 通常這類網上騙案 都是他經營一段時間 拿了很多政評 甚至乎拿到一些基本的客戶 然後就博取大家的信任 最後他就是可能 在一定數量的訂金已經是拿足夠了 接著他就申請破產 或者是走人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他在9月6日至22日 宣佈暫停服務 由於是疫情的關係 9月6日至22日 疫情並不是非常嚴重 但是在那段時間 他說暫停服務 即是說不上款裝機 但是他依然是催人 挑負這些款項 可想而知他已經是覺得自己收夠了 甚至將一些資金轉移走 接著就做一些破產的工作 所以我們可以懷疑他可能已經是收到足夠的 他們覺得穩足夠了 而走 就之前 剛才的記者朋友說 似乎他們都是 之前是OK的 那些 其實這些都是以往騙案的一半手法 包括之前的餅店都好 他們都是之前交到貨 也都是很好 質素很高 但是最後呢 可能他覺得經營不了下去 之後呢 他就會 就是 用一些方法 叫大家多給點錢 然後走 當然我可以相信 當初開這些店鋪的人 他可能自己的心態 都不是說一心想來騙的 但是在做下去之後 他發現這個是一個方法 他就可以胡作非為 而我們法律 亦都出現一些網上消費漏洞 令到他們 只要破產 他就沒有任何其他需要支付的東西了 這樣呢 就會變成 本身不是 刻意想去 但是最後我們的法律漏洞 是讓他們這樣做呢 我們就會 就是 對於消費者 是沒有任何保障 而 在9月6日至22日期間 我們很相信 他是刻意地 在將這段時間 作為一個 他捲走款項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都希望 警方深入調查 是不是有人試完詐騙的情況 實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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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倉 有甚麼相關的消息 對 或者這裏其實都是補充一個 就是關於網絡平台消費 這些不法之圖 往往就是利用消費者 一個為了方便 快捷的一種心態 好像剛才提過 有些的BR 或者是他過往一些成功例子的相片 他都會 那個WhatsApp 那個客服 就會馬上傳給查詢者 但是對於一個普通消費者來說 其實他們會不會去逐個去Fact Check 去查核對方給的資料 是否正確呢 之前都經歷過一些網絡商戶 他們可能其實看到一些圖 都是在網上抄下來 然後又照樣拿來傳出來 表達出的就是說 在這些網絡購物的時候 網上的監管 對於他們提供的貨品資料 是否正確 他們有沒有一個實體店 有一個相關的牌照等等 這方面是比較欠缺的 亦都是造就了 為何會有這麼多網上購物 有些被騙的情況出現 所以好像剛才陳林彬議員 跟我們那個唱意一樣 現在這個網絡消費的時代 已經是有很大的改變 但相關的法例似乎 不是很追得上那個步伐 所以在整個監管上面 政府是應該要全面去審視 首先想問一下 唐心 唐心 唐心電器 剛才也有說到 其實需要立法 揮現一些網上購物的模式 但其實現在都有那個相關 證明條例 其實會否已經足夠去揮 那一類網上購物 即是哪個對板 又或者破不了貨的情況 另外又想問 前排有兩間病件 有類似的地方 預計現在經濟 未來是否會有更多這些情況出現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 它是 我們看到 雖然是已經有個商品說明條例 商品說明條例當中 有一個叫做 不法收取款項 因為它沒有供貨 而它收取款項 這是一個不法的收取款項 當然現在有這個框架之下 是可以有打擊 但是我們希望 有保障 譬如說冷靜期 是有一個強制的退款條款的 因為它不法收取款項 其實 那是一個 商品說明條例的一個罪行 但是 對於消費者來說 最重要就是拿回一塊錢 或者是一個退款 所以我們希望 在消費冷靜期那裏 能夠加入一個退款的條款 進去 譬如說強制退款 我訂了貨 我不要 我是可以要求強制退款 又或者你交不到貨 是要強制退款的 否則就職屬犯法 那那個市主就可以報警了 現在如果它交了錢 接著它不退款 甚至將它拖延的 那 作為一個市主 它沒有辦法追討它 也都沒有辦法 是可以在那段時間 採取任何行動 但是如果我們是有消費冷靜期 譬如說 它給了錢 它不想要了 或者它覺得它交不了貨 預期交貨 它就已經馬上要求這條款 在指定日期可以拿回錢 就不會現在說 24日給回錢 24日不行 就是月尾給回錢 是可以無限期拖延的 那這種做法我們覺得 是不理想的 也是我們法律框解 是有一個這樣的漏洞 至於現在的經濟 這個情況 我們的確是擔心 可能類似的事件會繼續發生 也都呼籲所有消費者 在網上 或者是社交媒體的購物 一定要看清看錯 甚至是很慎重地去考慮 這類的款項 因為它只要把Facebook一關了 甚至乎把WhatsApp一關了 你就找不到它了 這間就說有一個倉 有一個地址 但是所有 有商業註冊的 它都有一個地方 它的倉可以凹凹凹凹 又或者純粹一個註冊地址 甚至一間會計師行 的註冊地址都可以的 就不代表它是一間保穩的公司 我們建議大家盡量都光顧一些實體的店舖 或者是那些網上銷售的品牌 你都盡量是用一些可靠的 有商業的店舖去消費 那可能會比較穩妥 麻煩你再問一下 受監的消費 因為聽到一些故事說 跟街坊是成功安妝 他真的是看到街坊 都安裝了一部藍具 還是單純是收到那家公司 發程 其實這個騙案就是騙佈香港的五郎地區 主要為何會說有這麼大量的付諸呢 因為主要可能有些新的公屋新的屋苑落成的時候 變成他們就會是互相介紹 為甚麼呢 會方便了他們 剛才其中因為付諸都提及過 為甚麼他們會說都會相信這一間的冷氣機公司呢 就是因為過往可能在樓上樓下 有一些單位都安裝過是成功過 對於手庭口庭的打工仔來說 他少了一次多赤的時間 變成他就覺得方便了他 而見到網絡上成功安裝的圖片 都好像挺可信的 所以變成了其實在網上騙案 就不是一個地區的區域性限制 就是更加容易接觸到不同類型的市民 所以變成容易受騙的人士亦都會高了 所以我們才為甚麼要希望政府 特別關注這一類型的營商手法 還有沒有查詢 或者市主有沒有補充 是的 不好意思 想問你剛才兩位 哪位是黃小姐 哪位是陳小姐 是 黃小姐 黑色代套那位是伊法 是的 謝謝 陳小姐 是的 那就是黃小姐 是的 是 沒錯 好 如果沒有補充我們今天 如果沒有補充的話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裏了 多謝眾多的傳媒朋友 是 沒有吧 謝謝